好的,各位亲爱的学员 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学习 我们2022年诸块税法 那么在正式学习之前呢 我们有个前言 那么准备呢 把我们这个考试的基本情况 基本规律 还有我们的教材变动呢 给大家做一下全面的梳理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考试安排 那么根据考办公布的 我们2022年度诸块的这个考试简单 我们在2022年 那那会安排两场考试来考税法 因为考税法同学比较多 那么其中第一场呢 是安排在8月26号礼拜五 下午1点钟到3点钟 第二场呢 是安排在8月28号 星期天也是下午1点钟到3点钟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在这里说的目的什么目的呢 就是要调整一下 同学们的这个时间钟 特别在考前的时候 因为有些同学呢 可能有午休的习惯 可能习惯于1点半 或者2点钟才开始工作 那么这时候呢 就希望大家应对这个考试 调整一下你的生物度 对吧 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好 那么从这个时间呢 也能看出来啊 我们整个诸块税法的考试时间呢 是整整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120分钟 那么120分钟呢 我们有单选题 多选题 计算分答题 还有中选题 那么再呢 从我们历年的 对考生的这个反馈来说啊 我们这个考试 对考生的答题速度 还有准确度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100年度反馈下来 我们很多考生反馈的是 题谈不上很难 但是就比较紧张 啊 就是说你的答题速度 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一块 我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也会提示大家做题 做题 他是做题 因为我们考诸块就要做题啊 这个肯定跟你参加什么 会计之中考试 六有差异啊 因为会计之中考试 比如说初级 它可能只有客观题 它基本上没有主观题 或者说在中级里面 对吧 它只有少量的主观题 但是在我们诸块里面 其实它主要的是主观题 所以对大家的答题速度啊 对大家的准确度啊 是有要求的啊 所以整体来说六个字 第一要快 就像陈老师这个语速呀 啊 我也有同学反馈 老师你的语速有点快啊 我也想努力把它降下来 或者我想一下 还是给你点紧迫感吧 对吧 因为你现在的问题 不是慢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快的问题 听到了吗 你太慢了不行 不能慢悠悠的啊 所以一定要快 一般来说 能够把考题全部做完的考生 通过考试概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 是努力在规定时间里面把所有的题全部做完 对吧 这是第一步 好 再保证做完基础上 我们要今天的保证准确 因为我们这个答题率 对吧 准确率是直接决定到我们的通过率 啊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 你做了95%的考题 对吧 那么准确度呢 大概要接近70%左右 啊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扣的远一点的话 可能会多扣点分数 对吧 70% 那么这样呢 也可以是达到极格线 对吧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有准确度 95%的答题率 就是达到95%的题 然后保证70%的准确率 对吧 这样呢 我们可以打出点负语来 对吧 基本上这样一弄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有65分以上了 对吧 我们会要求大家打出点负语来 就不要 有的东西说60分万分 那么在周刊里面 你最好能够搞到65分 搞到70分 对吧 因为这样有的老师这个感觉有点严格 所以这块钱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要稳 啊 叫蛮啊 不乱 对吧 要非常稳定 特别我们心态也稳定 不能崩溃啊 这个有些同学这个应识经验比较差的时候 这个心里面崩溃了 这也不行 对吧 所以快准稳 这是我们参加注快考试 关键点 包括你参加别的考试 快级省计也好 对吧 都是这个要求 好 这是针对考试时间给大家提的一个相关的要求 啊 我们在后面的学习里面基本上按照这个要求 来做准备 我说了参加注快考试 跟你参加资深考试完全不一样 啊 这点给大家讲一下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注快学法的提型 分值 以及考点分布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相对应的啊 这个提型来说呢 是占的啊 单选题呢 拿到我们这个去年 就2021来说啊 它发生了一些这个体量的一些微小变化 也就适当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客观体的一些这个体量和分值 适当的降低了一下这个主观体的这个分值 在通过率来说会好一点啊 那么去年也就2021年我们的单选题呢 是有26道题 每题一分 我们再加这一起呢 我们单选题有26分 我们之前呢是24道题 所以我们在2021年呢是增加了两道题 好 多选题呢也增加了 啊 我们增加到了16道题 每题1.5分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这个分值呢 就有24分 对吧 那么再来我们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主观体加在一起呢 我们就有50分 这个跟以晚年度相比呢 我们是增加了5分 我们以晚年度呢是 客观体只有45分 但是在2021年度啊 请注意这个分值分量是2021年度 之前的2020年度呢都不是这个分量 所以我们在2021年度呢增加了客观体的这个分值 还有题量 好 那么单选题来说呢 它的主要目的来说是保证 张张有题 因为注快考试呢 就要求大家这个面要管 对吧 我们这十几张啊 十几张的这个教场里面 每一张都要有题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尽量的想保证 每个税种呢 都有一到两个单选题 每个税种 比如说征入税啊 消费税啊 企业手税啊 还有后面一些小税种 房产税啊 土地使用税啊 对吧 更定债务税啊 在每个税种呢 我们都考一下 对吧 还有些重要之典呢 在一站里面可以考到两个点 对吧 那么单选题呢 我们从历年来说呢 主要考核什么东西呢 主要考核的是 各个税种的计算问题 所以在单选题里面 会有设断的小计算啊 其实从我个人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多一些小计算啊 因为这样就不用死经被 对吧 这个跟我们的多选题 就有点不一样啊 其实我喜欢这个小计算啊 同学们也要喜欢上小计算 因为如果你不喜欢计算的话 这个注快了 也是感觉到比较困难啊 你得要拿到计算器 不断就算 对吧 好 另外呢 还会是那些增管的东西啊 什么增管的东西呢 比如说 征税范围啊 它是用哪个税务啊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 特殊的一些计算规则啊 对吧 还有怎么去纳税申报啊 你的纳税期限啊 对吧 退税免税啊 对吧 这些增管的东西呢 我们在单选题 比较喜欢命题啊 那么这些呢 我们列为叫做基础税数知识呢 所谓基础税数知识呢 通俗来说呢 就是说 以后啊 你要去跟税务局打交道啊 这些点是最基本的 如果这些点都搞不清楚了 要是你还学过税法呀 对吧 你跟税务局打交道都不知道啊 对吧 是最基础的 所以单选题呢 客观来说啊 单选题的这个难度不是太大 我们建议大家呢 这个单选题得分率啊 尽量的接近百分之百 而且经过系统训练呢 同学们是可以答应到的啊 因为我们在 除了玩笑 除了讲课以外 我们还有大量的辅导资料 比如说科件里面啊 科件里面有大量的练习题 还有目前称称辅导书 对吧 我们会拿大量的题给你做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同学 进行系统训练 单选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可以接近百分之百的准确度 这个为我们的通过 打建个良好的基础 同时树立你的信心 好 接下来是多选题 多选题16道题 每题1.5分 加在一起是24分 那么多选题呢 一般来说 它的规则是 一张一道题 因为我们这个税法 主要是14张嘛 对吧 14张每张一道题呢 就14道题 那么另外两道题呢 另外两道题 再看一下这个重要性啊 或者说这个更新知识多不多 因为我们一般命题 是根据你的重要性啊 这个粘节 这个税种的重要性 还有就是更新速度 更新速度多的呢 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 契税更新速度多 对吧 知识点比较多 那么这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再多搞一道题 是这样的啊 那么在多选题里面呢 我们看见历年考题啊 考的比较多的是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 对吧 比如反产税的征税范围 更低占用税的征税范围 啊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对吧 这个考的比较多 征还是不征的问题 还有就考核纳税人 对吧 纳税人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反产税 反产税原则上是用于产权的人来叫反产税 对吧 但如果产权的人找不到怎么办呢 或者产权的人有争议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呢 比较喜欢考 对吧 还有也是它的增广规定 纳税有发生时间 减免税 也就各种税数优惠 特别强调一下 每年更新的考点啊 每年更新的考点呢 在我们这个单选多选出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多选题呢 一般来说 涉及到计算的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大家展现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从考试的角度 从应对考试提高得分率的角度来说 需要大家考前辛苦一下 要适当的强化记忆 这纯粹就是考试技巧啊 对吧 这个没办法 对吧 因为毕竟我们黑猫白猫 通过考试就好嘛 对吧 所以这个从多选题角度来说 希望大家考前的时候 提高一下这个激励 那么多选题呢 我们希望大家尽量提高得分率 但是我们多选题呢 是要求答案全部准确啊 那么再呢 我们希望大家在多选题里面啊 尽量的拿到13个到14个题 啊 就拿下啊 这个呢 大家经过系统训练 应该是可以拿得下的 没有问题 所以再呢 如果单选题 我百分之百拿下了 多选题呢 顶多就错 两到三个 对吧 最好能够也尽量的 比如说能答对15个题 那就最好 对吧 但不要求全队啊 因为全队的考试比较少 但是经过系统训练呢 13个到14个准确的 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 啊 我们马上的去 对吧 谁家就定站的目标啊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这个主观题了 那么主观题呢 主要有两种题型 一种叫做计算文答题 一种叫做综合题 那么计算文答题呢 不出于外的话呢 主要是四道题 然后每题呢 我们在2020年啊 请注意 这个是2020年 做了一些更新啊 所以这个呢 如果同学们 看了去年的这个前沿 跟今年的前沿 是有些差异的啊 为什么 因为它分子发生变化 计算文答题 从原先的24分 降到了20分 这是去年命题的时候 它的分子分布 OK 那么其中呢 有一道题呢 有一个五分的英语附加 那么这道题呢 考生可以用中文作答 如果中文作答 这五分的附加呢 就没有 也可以全部用英文作答 如果全部英文作答 而且答对了 那么在正常得分基础上 再给你加五分 那么这个的目的来说 主要是鼓励大家走出去啊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 有个宏观政策 叫做一带一路政策 那么在一带一路政策里面呢 也需要很多的财税 专业人才能跟进 对吧 所以就鼓励大家走出去 也鼓励外面的人走进来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加了个五分的英语分 那么对这个五分的英语分量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啊 如果说你的英语基础比较好 或者说你本身就在外资企业工作 对吧 天天用着外语 那么这五分呢 可以努力争取一下 因为这样你比别的同学多了五分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 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 平时的工作呢 跟这个英语呢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希望这些考生呢 我们建议啊 这些考生呢 就可以 就是以中文为主 对吧 因为你学好了中文 学好了专业知识 也一样是可以通过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两种选择 外语好的 就可以用英文做的 外语一般般的 你就还是把中文打好 那么计算文打体呢 从这几年的这个命题来说呢 我们发现啊 主要记录在哪里呢 第一个 消费税 因为消费税呢 目前在我们国家呢 是排在税收收入里面排第四名 因为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的命题啊 跟它的 在税收里占的比重是有关系的 就是把前面的 123456 全部排上来了 对吧 消费税目前在国家是排第四名 各种手务税目前在国家排第三名 所以第三名和第四名 先安排到计算文打体里面去 对吧 好 然后土地征税 土地征税目前是排在第五名 对吧 所以这个证据很有意思啊 就把目前国家税收里面 排第三第四第五的这几个呢 排在了计算文打体里面去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呢 就跟我们那个前面讲那个 应允附加呢 有点联系 就是鼓励大家呢 去走出去请进来 对吧 因为国际税收会是理解是 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关系 里面充策着国际避税和反避税的一些思路 对吧 所以国际税收这几年呢 说呢 也是在这个计算文打体 命题概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的计算文打体呢 是以计算为主 是但的有些征管规定 比如说 在国际税收里面 避税和反避税的征管规定 对吧 怎么去判断 他是避税 他是反避税 对吧 还有个税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预扣预角 年终会算清缴 一些规则 对吧 还有土地征税的征管 比如说这个土地征税 应该到哪里交税 土地征税也好 反避税也好 土地使用税也好 它有很强的就地原则 对吧 就是凡着土地在哪里呢 这些税收就交到哪里 对吧 所以这些征管规定呢 也是在考译里面 会实在出现的 那么这些命题啊 我们感觉到啊 我们这几年 筑块税法的命题 越来越贴近于实战 因为曹大老师是做实战的啊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别的老师可能是大学老师 我呢是做实战的 我做咨询的啊 所以我看到这些考历以后 就发现哎呀 实战里面基本上问的问题 也就这些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陈老师的讲课特点来说 我们在后面啊 讲个特点来说 因为我的优势是实战比较强 所以我会实战告诉你 实战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对吧 教材可能写了一大段 但是从实战角度很简单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我可能这么跟你讲 再就很通俗去理解 对吧 同时应对考试也非常有效 好 综合题 综合题是两道题啊 一共是有30分 所以这样呢 其实我们的主观题 加在一起来也就有50分 对吧 所以我们在2021年度 我们的分值 主观题客观题是五五刊 50%是客观题 50%是主观题 所以我们在2021年度 我们这个 诸刊税法是这么考的 好 那么综合题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主要集中在 政治税和企业所税 那么政治税呢 目前排第一名 企业所税目前排第二名 所以第一第二出综合题 第三第四第五出计算个答题 国际税收出计算个答题 其实这个呢 是跟国家的整体税收政策是 非常吻合的啊 然后这几年来命题呢 也非常稳定的保持这个 那么我们的综合题呢 主要是以计算为主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计算的 你们看出来 我比较喜欢计算 对吧 把税算出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 除了考核征计税本身 企业所税本身以外 我们还有些相关联的小税动 比如说 比如说你算了征计税 算了消费税 自然而来就有 成建税及附加的问题 对吧 好 然后你有成建税及附加 另外还有一些 这个快捷和算里面呢 可能会进入到 税经济附加的科目 比如说 反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 对吧 印花税 那么这些税收呢 在企业所税 是可以税金列资的 所以这些税收呢 它也可以放在 企业所税的考点里面 比如说以前年度考题 既然看见 比如说他反产税少交了 土地使用税少交了 或者征税少交了 但征税少交不影响到 企业所益 但是征税少交了 实在要补交成建税去附加 成建税去附加 会影响到企业所税 对吧 其实这里面呢 就会有些这个 跨税种的关联 我们一般来说 考题的难度啊 一般是两种阵性 哪两种阵性呢 一种阵性叫做721阵性 721阵性呢 就70%是基础知识 20%呢 有实战的升华 然后10%比较难 那么721阵性考完以后呢 一般考生的反馈 相对会好一些 就是说经典体啊 不是太难 计算量呢 也不是太多 这是最好的 那么还有一种阵性呢 就是说不定有点难 就是622阵性 622阵性呢 就把这个基础知识 从70%降到60% 中间的这个要求是不变 但是 它对综合性的考点呢 就增加了一些 乃至于说包括计算量啊 对吗 它会增加一些 那么一般来说 遇到了622阵性呢 有些考生就觉得有点难了 对吧 所以我们基本上 这两年的这个考试难度的 分支分布啊 就是721或者622 当然我希望我们今年 能遇到721这个阵性 对吧 70%进入就是 20%是色胆生化 10%是比较难的 对吧 比较难的就会出现在 我们这个生活体里面 因为它会有些跨税种的联动 乃至说 必要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跨学科的联动 我们跨学科 比如说我们企业所税 企业所税 企业所税肯定跟快速科算 会有关联 对吧 比如说你的供应价值 那么供应价值 快速上可以 但我们税法上不成了 对吧 还有各种减值 对吧 减准准备 你快速上可以 但我们税法不论 对吧 所以这样就会产生 一个税块差异 而税块差异呢 又是数得税 考考的一个重点 对吧 所以这些呢 都要注意它的特点啊 我们到的时候 在减减征税的时候 讲解企业所税的时候 会把这些特点呢 结合我们的支点 给它做提示 就是这里呢 特别容易跨税种 特别容易出现在主观题 我们会提示 包括我们给它举例 我们在讲到征论税 讲到企业所税 讲到关键点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主观题的 总举例 就没有什么客观题的举例 对吧 但是在一些小税种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以客观题为主 主观题基本上很少 就是跟它的考试 密切挂在一起 对吧 好 另外再提示一下啊 以前年度这个土地征税啊 也曾经出过中国庭 当然它所考核的是 反产开发企业的 因为土地征税主要的 这个纳税呢 那时候就反产开发企业 对吧 因为它开发反产嘛 对吧 买卖土地嘛 对吧 土地和反产是土地征税的 主要的这个征税对象嘛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以前年度出现过啊 所以这几个呢 你要注意一下特点 但正常命题应该是 征论税和企业所税 这点起来注意一下 就大概了我们这个 集合2021年度 我们的考试 命题 分词分布 考点的这个集中点 简单给你梳理一下 这样梳理完以后呢 其实如果说你 有一定基础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你接下来 学诸科训法 应该重点学习哪些东西 对吧 因为我们要学会 抓大翻墙 这个教材这么厚 对吧 你不能说每一页都去看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 最精华的东西掌握 最精华的都在这里 对吧 所以就为了这些东西 我们来学习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想梳理一下 我们2022年度 诸科训法的教材主要变动 那么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晚上呢 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给大家做了一下交流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从主讲老师的角度 从命题的角度 再给你教材梳理啊 那么整体来说呢 我们今天诸科训法的教材变动啊 呃 在正常范围之内 啊 我们大概估计的知识点呢 大概是更新了大概30%左右 那么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今天教材变动比较多的 主要有三个税种啊 分别是 真正税 企业手税 和气税 那么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真正税和气热手税 主要是命题在综合体 对吧 气税呢 它是这种比较小的税种 它可能会出现在 客观体里面 或者说气税 可能出现在土地征税里面 因为土征税 拿土地的时候 有个气税嘛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三个税种呢 呃 大家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要多投点经历下去 另外呢 我们也看了一下啊 其他相关战结 我们发现 各轮手的税 也有适端的调整 因为个税呢 也在不断的优化啊 包括每年有个会算金奖 然后有些继税规则 发生一些调整 对吧 另外呢 这个返产税啊 土地征税啊 车压购置税啊 也有些微调 就有实战的调整 对吧 还有车船税 硬化税 都有相应的调整 国际税收呢 也根据我们2021年 都出台的一些 这个增广规定呢 做了一些调整 税收增广法呢 也删除了一些 这个过时的政策 然后加了一些新政策 那么这几个税种 在相关章节的时候 也请大家 设断的关注 因为它有设断的变化 他们的变化 不像前面 这三个税种变化这么大 但是他们也有变化 而且最关键来说 你看这些税种里面 你看个人所税 土地征税 还有国际税收 对吧 那这几个来说 都是在技术文案体里面 经常命题的 消费税今年到时候 没有太大变化啊 消费税就变了在申报表 但是我们这个筑块呢 从历年来说 申报表考的非常少 对吧 所以我们就几乎认为 消费税就没有什么 太大变化 对吧 所以这里你看 三个技术文案体 和两个综合体 都有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科外说 这些要调整的东西 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做快了 考试了有个特点啊 就是每年教材更新了的 知识点呢 在单年考试 出题的概率 相对会更高一些 然后那些老的知识点 也会考 但是概率呢 相对就会往后退 为什么往后退呢 因为它已经是 考了N多年了 对吧 那么现在再来考 如果再考这些老的知识点 就显得我们这个 更新速度慢嘛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 做快考试有这个特点 对吧 别的科目 也有类似的特点啊 今天请来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我们这个 变动比较大的章节 具体变了什么东西啊 好 首先我们是第二张 正度税 第一张没有什么 太大变化啊 那么第二张 正度税里面 变化比较大啊 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呢 是新增了 以下几个知识点啊 就是从事 再生资源回收的一般纳税人 销售他收购的再生资源 可以选择减一句税百分之三 所以这是减一句税的考点 增加了一个这个考点 而且他有一些规则 要请他注意一下 好 然后删除了一些相关规定 为什么删除呢 就是要么就觉得 他跟前面呢 重合了 要么呢 就是相关政策资金到期了 比如说生产性服务 生活性服务啊 这些纳税人 他的计刃税呢 能享受一个 加急低点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 是执行到了2021年年底 到目前为止 国家还没有出台新政策 怎么去衔接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政策呢 我们从教材就给他删掉了 因为他截止 其实截止到2021年度 对吧 好 另外一个 反应党开发企业 不动产经营注定服务的 重合处理 这个支援点呢 我们也删了 为什么 因为不动产经营注定啊 这个业务 我本身就有支援点 对吧 所以就没必要单独 针对反应党呢 我们单独再去说过什么东西 因为反应党开发企业 只针对自己开发的项目 有特殊症状 对吧 出事以外 别的业务呢 跟普通企业是一样的 所以就没有必要 把这个支点单列出来 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个原先那个发票里面啊 有个新办纳税人 是新 征税电子 就征税专票 电子化的一个有关事项 这个事项呢 我们这个教材里面呢 出于相应的考虑呢 也做了三处 所以这三个呢 我们那些 提前学习同学呢 这三个支点呢 先删除 OK 因为我们教材没有 好 另外还有个调整 就是小规模那些人啊 小规模那些人发生 征税印税消息行为 如果月消息后 不超过15万 按季度交税 不超过45万的 可以免征征税 我们以前老的口径呢 是10万 对吧 我们现在提到15万 所以这几个支点呢 其他在学习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是第四章 第四章 起的手续呢 变动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 首先来说 新增了很多的考点 因为我们在2021年度呢 这个企业所税 出了一个文件啊 第一个呢 是境外投资者 在境内 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 该怎么处理 那么有的这三段时候 他也可以享受 混合性投资业务的一些 这个优惠政策 但是呢 如果有些突出情况呢 他就不能享受 这个优惠政策啊 这个我们到时 第四章 跟你讲一下啊 他主要强调是境外投资者 因为以前 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境内投资者 所以现在针对境外呢 我们要明确一下 他什么时候 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 什么时候 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 对吧 怎么去处理问题 第二个呢 是取得残政资金 这个收入 那什么时间来确认 收入什么时候确认了 一直以来是企业所 所以考的一个重点 对吧 那么这个残政资金就分为 跟你的收入有关系 还是跟你收入没有关系 然后一个采取了权责制 一个采取了收负责制 是这个意思啊 好 接下来是 可转换债券 转换为股权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呢 要从刷关来考虑 对吧 就是持有这个债券的 以及这个债券本身的 这个债务能 对吧 他们怎么去处理 转之前怎么处理 转之后怎么处理 对吧 在这个时点 能不能确定为 是我的这个 债券利息支出 对吧 或者是我的债券利息收入 对吧 这个要做一下明确 好 另外呢 在这个教权里面 这个更新了部分 疫情期间的 税收优惠正常 比如说某些特殊行业 它的这个疫情期间亏损 可以加强联系 对吧 然后另外呢 还有些加速执救的 一些优惠政策 还有这个捐赠 这个因为疫情的捐赠 我可以全文扣除 包括公益性的团体 也包括我直接向这个 承担反应任务的 医院的捐赠 对吧 好 第五个呢 是企业手续 原先呢 你们家是核定征收的 那么现在呢 改为了产战征收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资产该怎么处理 方便拿到了发票怎么处理 没有拿到发票 又怎么处理 对吧 因为所得说 每年都要去优化 规定一些相关政策 因为我每年都会出现新问题 对吧 老革命有了新问题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明确一下 这个我告诉 第四章子跟你详细讲 还有取得一些文物艺术品 该怎么处理 文物艺术品呢 我们作为投资资产来处理 对吧 就相当是股权 对吧 我们以前呢 会有的时候会 自己把它作为费用来处理 对吧 但其实文物艺术品啊 它的保质 真的能力是很强的 对吧 因为程老师现在 在北京工作了将近20年 因为北京呢 喜欢玩这些文物艺术品嘛 对吧 我也开始玩一些文物艺术品 我现在基本上发现 都是保质增值 每年的收益呢 就是个文物艺术品啊 正常来往上走的话 每年的保质增值 能达到8%到15% 对吧 所以我也玩这个东西 所以我一看这个增值出来以后 我说这个国家好聪明啊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文物艺术品 是一直是保质增值的啊 比如说那个 张大千的画 对吧 还有知名的 什么文年的主席 写的字 对吧 这都是保质增值的 对吧 启公先生的字 对吧 都保质增值啊 所以他也做了一下规范啊 这个人看出来 国家一直在不断的优化 或者说 堵塞一些税收漏洞 对吧 好 然后第六个呢 是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费 加击扣除的问题 制造业企业呢 因为我们国家全力支持制造业嘛 所以普通企业是75%的加击啊 就加击75% 但制造业可以加击100% 所以这个呢 是做了一些这个优化 所以这些考点呢 我们到时学企业收税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且他们在2022年度 出提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提前告诉你啊 会比较高 他既然比较高 我就要重点学习 对吧 好 删除那些规定 第一个呢 是删除那个广告费啊 要否则一些条件 因为这个规定呢 是很早的规定啊 其实早就应该删除了 对吧 第二呢 是小微企业的论定 因为企业收税 小微企业它有个 税率啊 所得的优惠 对吧 好 然后高科技 这种中小企业研发费的 一些这个内容啊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统一了 对吧 我们以前那个 有些这个 特殊的规定 我们现在呢 就不需要了 都统一了 对吧 不管你是这个科技型的 还是不是科技型的 我们只要领符合规定 对吧 同样的一个规则 去享受研发费 对吧 还有西部大开发 然后反展开发企业 所得税预缴的 一些相关规定 它为什么删呢 算这个东西呢 我想也想了一下啊 就可能是因为 这个政策比较特殊 然后反展开发企业呢 这个如果来个 真的 贴合实战来个中和题呢 又怕我们的考生受不了 所以他干脆把一些 这个 比较特殊的 这个也没必要 全面考核的东西 他就跟你删了啊 我估摸着初听老师 编书的老师 是这么考虑的啊 我们只能去揣摩 他的心理地方 好 调整了 调整了 第一个是 适同销售的一些表述 因为我们 请注意啊 政治税和企业水税 都有适同相受的规定 里面大多数规定是相同的 那也有一些 这个微小的差异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今天也会考啊 就是同一个事情啊 政治税怎么处理 企业水税怎么处理 像这种考点呢 你啊可以注意一下啊 好 第二个呢 是保险企业的手续费啊 因为普通企业呢 就5% 但保险企业呢 因为它主要是 资助手续费 所以它的比例更高 而且它如果超标了 黑下以后连都借转 只有保险企业可以 别的都不行 对吧 好 然后公益性捐赠 支出税前控除的规定 重新编写啊 结合疫情 结合一些实战里面的 这个东西 对吧 做了些调整 然后小妹企业的优惠 对吧 这些呢 都请大家在学习 相关知识点的时候 要重点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老师在讲的时候 也会给它标出来 标出来什么意思呢 一般我在知识点后面 会加个括号 然后写一个新 新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有更新 有新的规定 或者有重大调整 我会提醒你一下 对吧 那么这时候 你到时看讲义的时候 如果看这个括号里面 有新 新考点嘛 对吧 有这个字的话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就说明这个是 今年新调整的东西 然后今年的命题概率 会相对会高一些啊 好 接下来是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呢 今天是有实弹的变动啊 呃 第一个呢 是新增了 个体官府 应纳税所得额 减半遵收的优惠政策啊 这是国家支持你们这些 个体官府 包括小微企业 其实也有类似的规定 对吧 因为要拿老百姓就业嘛 对吧 第二个呢 是对于持有股权股票 货货企业产展份额 这种权益性投资的 独知货货企业 一律产用 产展征收 不允许合定征收啊 这个呢 其实是堵上一个税收漏洞 啊 因为我们现在 经常在实战里面 听到什么税收挖地 税收挖地呢 其实就成立一个 个人独知企业 成了一个核国企业 成了一个各个官府 然后核定征收 核定征收就要1.5的税 就完胜了 对吧 但你想啊 你们家是专门搞股票的 你们专门搞股票 就连赞都做不出啊 对吧 所以好远你是专动动嘛 对吧 所以他们呢 就不允许核定了 全部改为查战了 好 然后删除了呢 外籍个人 有关津贴的一些 政策内容 这个来说呢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哈 可能就是 我们在编这一站的老师的时候呢 他可能不知道 后续的政策的延续啊 因为其实这个外籍个人 今天补贴了 他其实得到了延续 但是他可能在编这个书的时候 他说 哎呀 这个可能执行到期了 对吧 因为老的规定是执行到 2021年年底嘛 对吧 他可能没有考虑的问题 就给你删掉了 对吧 但是其实在实战里面呢 这个政策是延续了啊 但是是这样啊 我们考试是以教材为准 对吧 注冠顺法考试 就以注冠顺法的教材为准 然后如果你今年同时参加 税务师考试呢 就等到我们秀师教材出来以后 按照秀师的教材 按那个位置 对吧 因为我们可能中间会有差异啊 比如说这个 外籍个人今天的部分 可能我们秀师散掉 我们注冠顺法散掉了 但是有可能我们那个秀师 又会加回来 我们倒是鼓励大家啊 参加注冠顺法的同学 同时参加秀师考试 因为很多公司里面是相通的 但也有些差异 比如说这个 对吧 好 另外呢 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政策 延续到了2023年12月31号 这个政策他倒是比较更新 对吧 还有办理年度各种索税 中国索得互算清缴有关规定 啊 那么这些呢 中国爱说都市在 2021年度 出台了一些新政策 对吧 这些政策呢 在索得税里面更新的 还是比较快的啊 OK 好 接下来是第十章 呃 第十章 主要是涉及到 返产税 弃税 土地征税 我们这次只讲那个 有比较大的变化的 呃这个东西啊 然后那些变化 很小的 我们就不跟你们输一半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从我们前面提示啊 返产税和土地征税 有实战的一些变动 啊 弃税的变动是最大的 所以这里面 其他特别注意一下啊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那哪些东西新增的 呃 第一个呢 是弃税 弃税里面的一些优惠 还有 纳税有发生时间 呃 做了一些更新 因为我们弃税呢 是从2021年9月份 开始全面推开 对吧 所以有些增广固定呢 呃 我们需要做一下明确 对吧 其实本来我预计 这个成建税也会发生变化啊 但成建税这次呢 没有太多的变化 因为我们去年9月份开始呢 就成建税和弃税嘛 对吧 弃税倒是 更新到了加算里面 成建税呢 比较少啊 还有弃税的纳税凭证 呃 纳税信息 还有退税的相关固定啊 这些呢 都在我们这个 2022加算里面 我们那个更新版的这个 呃 企业改制重组的 土地征税政策呢 做了一下树立 所以这两个呢 都是我们新增的啊 也是2021年出台的 相关的新政策 好 删除呢 主要是反产税啊 有些这个税税会 做到删除啊 比如说给高项学生 提供住宿服务的 这个优惠啊 农产品批发市场啊 农贸市场啊 然后装目用于 经营农产品的 这个反产税优惠啊 对吧 商品储备 管理单位 支出控的这个优惠啊 啊 以及 小贵物纳税能 可以在50% 税额幅度内 减增的啊 这个优惠啊 对吧 这个我们做了些删除啊 删除 为什么删除呢 因为他们老政策来说 就是执行到 2021年年底了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候 没有出台新政策 好 所以这个呢 我们给他做了删除 好 调整 第一个呢 是反产税啊 明确了啊 无诸使用其他单位 反产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 反产余子 代缴反产税 这个呢 起来在看教程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气税呢 调整了征税范围 继续依据 而且这个变动还比较大 然后 调整了 气税增管的 部分申报资料的要求 这就是征管要求了 对吧 然后明确了 气税的继续依据 是不含征税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就原先具有规定 但是我们按照新政策 做了一些调整 好 接下来是第十一章 车粮购注税 车船税和硬化税 那么这三个税种呢 是有实弹的调整 第一个是删除了三个支点 第一是挂车减半征收 车购税的这个规律 第二是车船税 特地减免里面 其中有两条 说了从车船税立法 四十七五年内可以免车船税 那我们这里看了一下啊 这个拿到我们今年来说 我们这个车船税立法五年啊 已经过去了 对吧 所以过去了以后 这个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就给你删掉了 对吧 然后是高校学生签订的 高校学生公寓 租赁合同 可以免印花税 这个也是执行到期了 然后新政策还没出来 学生就给你删掉了 然后调整修改了车粮购注税 应当税额 计算中的一些表述性内容 这个我们到时候 学资购税的时候 跟你们提示一下 好 接下来是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 今年呢 是做了实在的调整啊 但国际税收呢 是每年 一般来说有个计算问答 那么国际税收 很多同学都很担心啊 老师都看不懂啊 对吧 能不能放弃 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不许放弃 因为国际税收 单选题 多选题 还有计算单题 加在一起 差不多小十分了 你小十分你放弃了 对吧 我们说了 你至少要做到95分的题啊 最好能百分之百的题 全部做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 提要做完 保证提要做完的信用 再提高整确度啊 对吧 所以你把国际税收 一放弃的话 那十分就没了 你整个只有90分了 对吧 从考题命题来说 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难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不能放弃 那么在学国际税收的时候 我们增加了什么东西呢 增加了第一个是 尝试机构的一些介绍 但是我估计这个东西啊 考试出题的概率不会太大 第二个呢 就是对外附会 备案管理发生了变化 以及不需要备案的东西 增加了两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今年考题里面 出题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啊 所以这个呢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对吧 然后还有预约定价 简易程序 这个呢 如果命题应该是选择题 但是受复会的问题啊 就对外附会的 缺误管理问题 每年几乎这个考点都考 那每年考不是选择题 就是主管题 现在要其他特别注意一下啊 你能研究历年考题 能研究出他规律的东西 对吧 好 接下来是第十三章 学术正观法啊 今年是有适当的挑战 第一个是增加了这个 重大学术违法 实信主体 信息公布的一些管理要求 啊 就是那全市会知道你实信了 对吧 然后删掉一些老的规定啊 比如说外出经营 报链登记的规定 虚无登记证的作用和管理 啊 因为这些呢 跟我们现在 增管了 就不一致了啊 或者说已经很老了 对吧 没有实际意义了 就给你删掉啊 好 以上是我们今年啊 这个各个章节 有比较重大变化的啊 简要的梳理 那么这些梳理呢 主要目的告诉什么目的呢 第一个就告诉你 教材发生一些调整啊 这些调整在今年考试 命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 第二个也是为后面的正式学习 打个铺垫 因为我们在正式学习的时候 都会提示你啊 这个是新增加的 就是有调整的 对吧 那么这些点呢 到时候在各个章节学习的时候 要作为一个重点 然后做题的时候 那么这些字典也是作为 做题的重点啊 是这个目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去学习啊 万事万物啊 都是有规律的 学习这个东西 更是有规律 如果掌握了一个 好的学习规律呢 你可以达到四半功倍的效果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方法 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但效果不是很好啊 所以我就想跟他提一个建议啊 首先第一个 我们希望大家做个学习计划 然后在各个阶段呢 要规划化学习重点 凡事欲则令 不欲则费 考注快 一般来说 大多数考生 能用两年到三年时间 考完专业阶段六科 用专业阶段六科嘛 当然有几少数特别优秀的 一年就过了六科 对吧 但我们大多数同学是 两年或者三年 过这个专业阶段六科 所以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同时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一般来说 我们学习计划 分为三段式学习 这个跟我们码球试试的课程 也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这个阶段你学的是基础阶段 就程老师跟你讲课这个基础阶段 那么这个课程 希望大家做个计划 一定要在6月30号以前 完成这个阶段学习 这是使论 就像部队呀 对吗 只要有一个士兵还在 这个阵地就给我守住 所以这个时候 请大家6月30号以前 一定要完成 每天都要坚持 我们这个东西 不能说一时的冲动 包括考班也说 你们千万要冷静 不要太冲动 因为这是个持久战 所以这个6月30号以前 你每天都要坚持 完成基础阶段学习 那么这个阶段 其实重点就是听课 因为毕竟老师的课 课外来说 那是不能在考试去的 对吗 会考什么就讲什么 对吗 你不要说老师 怎么这里一大段的内容 怎么没有讲 因为从命题角度来说 它概率比较小 对吧 老师为什么这一页 你讲了两个小时 因为在中和题里面 这一页的内容考了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完全是根据 你的考题分支分布 来给你们讲的课 心理安德老师的课 去做学习笔记 对吗 去听课 就完善了 对吗 原则上不要问这么多 为什么 对吗 因为这些我们都是有研究的 对吗 那么这个阶段 除了听课以外 还希望大家做 比较详细的学习笔记 这个学习笔记 可以单独的买个笔记本 也可以直接在你的 打出来的这个奖励里面 直接做 也可以在教堂里面做 都行 请大家注意 一定要做学习笔记 如果不做学习笔记 你考诸块会非常困难 听到了吗 每句话都跟你说的 很实在 你会非常困难 对吧 不做学习笔记 不做练习题的同学 考诸块非常困难 反过来说 你即使你的基础 不是很扎实 没关系 对吧 你的基础不扎实的地方 我们到了注块的时候 给你扎实 那么这些同学 论论论论论 自制习记 做学习笔记 做主观题 做练习题 他们的考试成绩 一样是非常优秀 甚至出现过 一次性过六科的 其实这块 起来一定要做学习笔记 OK 而且这是第一遍笔记 比较详细 我们后面还要做第二遍笔记 另外呢 建议大家 每周最后一天呢 做一下全面复习 为什么 温故而自信 对吧 我们学习局呢 就是为了赶进度 对吧 不学习 不总结 对吧 你一定要复习啊 这个东西啊 因为人体的这个记忆啊 学习 它是个曲线的 对了吗 曲线 对吧 要不断的 这样弄上去 他才会不断的往前走 听到了吗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曲线 对吧 它不是一条线马上拉啊 你倒是想一条线马上拉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真正的是 对吧 走一下 然后往下走一下 走一下 然后又往下走一下 我们是一条抛线的 这样子 持续比辅啊 所以一定要去做全面复习 对吧 你放心吧 这一天的话 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吧 至少把这一周 或者把这一个月 我学的东西 我全面梳理了一下 对吧 所以它很有价值 OK 好 接下来是习题阶段 呃 习题阶段呢 因为我们考试在八月下旬考试嘛 所以这个习题阶段 从七月初 一直持续到八月十五号 啊 就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么这个阶段呢 就要 重点就有所转移了 因为我们第一个阶段 主要是听课嘛 做笔记嘛 这个阶段主要是做题 特别是要做主观题 考诸块不做主观题 那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希望啊 因为什么 我们都 至少一般的分子是主观题啊 对吧 那么这里要提示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课件啊 这个 不可能提供大量的题 对吧 因为我们还有课 还有答应 对吧 所以我们四段的练习题 所以这样呢 从主观题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课件的主观题啊 不太够啊 所以这块呢 就需要大家购买我们的 目前诚中辅导书啊 因为辅导书的目的 就是主要给你提供一些题目 来练一练 听懂吗 课件的目的主要是听课 做笔记啊 所以它更有诚重点 OK 好 然后在做题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难啊 对吧 这是普遍的啊 程老师当年课主观也是这样 怎么这么难啊 对吧 我都觉得学得很好啊 对吧 这种我的老本孩啊 怎么这么难啊 对吧 这个不要怕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 一开始做都觉得呢 对吧 甚至有些同学呢 会打击得失去信心 这个都是努力要去克服的啊 其实我觉得学主观啊 不仅仅是 学了一个专业知识 其实更是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 学完以后 你比别人更能经得起考验 更能经得起打击 更有信心的去面对 这个曲折的酸甜苦辣的人生 因为考诸观就酸甜苦辣呀 平时学习就是酸啊 就是苦啊 然后就是辣呀 对吧 什么时候甜啊 查成绩过了 那就甜啊 对吧 所以这个对你价值观 价值观也是一种 综合性的一种考验 对吧 我们自由那些能坚持的同学 不怕戳扯的同学 甚至来说打不死的小强 你才能突破 诸快从尾 诸快是种选拔性的考试 选拔的是优中选优 考到诸快的同学 基本上等同于那些 考到快学的研究生的同学 也就是说 一个快学研究生 跟你一个诸快去PK 你不要怕他 你们基本上是同学水平 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做题 听闻 我把狠话放在这里 不做学习笔记 不做题 你原则上可以不用考诸快 不管你多聪明 对 反而那些 认为自己不是很聪明 但是很踏实 然后按照老师的要求 去做笔记 做练习题的同学 反而考得特别特别好 对吗 真的 这是我们 做了十几年辅导的时候 我们找的一个经历 对吗 就那些踏实同学 反而考得好 就那些认为 自认为自己有点小聪明 对吗 我注意啊 你只是小聪明 对吗 打个引号小聪明 对吗 自以为很聪明 但其实你们不抓实 所以你是输 输在这个 对吗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们根据做题的这个结果 还有你的新的体会呢 你要做第二遍学习笔记 但是我们这个第二遍学习笔记 其实是不缺不漏 它那个详细程度 不像第一遍这么大 第一遍是比较详细的 第二遍呢 是可以比较简化一些的 对吧 那么以此来获得一个 全面的智的提升 然后到了正式考试的时候呢 就能从容淡定 好 第三个阶段呢 是我们的冲刺阶段 冲刺阶段 考前七到十天 那么这个阶段呢 是全面复习 补缺补漏 同时要做强化记忆 全面记忆 因为我们要应对多选题 多选题的应对 就一个方法 就是死经一倍 没有别的方法 可能有别的老师 就有别的方法 但是在常老师这里 没有这个办法 给我死经一倍 给他死磕 硬碰硬 硬干 对吧 这个才能把多选题的 得福利给他提上去 客观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学筑块这个过程里面 真的酸天苦辣都有 这也是我们很酸 很苦的这个时候 对吧 但是你记住了 只要这一刻你坚持住了 你到了考试 到了查分 那就破茧而出 对吧 什么意思 成绩合格 对吧 只要有成绩合格 我就那个了 对吧 也不要求很高 什么考90分 95分 我也不要求 对吧 我们做快 能考个70分 75分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 心满意足 对吧 当然如果你有潜力 你考个80 85 或者考个90也行 对吧 反正我们就考个70 到75 还是可以的 所以按照这个 三个步骤去学习 一般来说 大多数同学 你们的得分 会在70分到80分之间 大部分同学 70到80 这个呢 我程老师 我自己也很满意 对吧 我的学生 也是大多数 在这个分数段 包括面试班的同学 大部分在这个分数段 对吧 当然个别优秀同学 能考过90分以上的 对吧 这是个别同学 大部分同学 是在70到80 可以了 自助缠乐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讲一下考试特点 分子分布 教材变动 还有学习方法 总而言之 就一个目的 咱们好好努力 对吧 你作为考生 好好努力 我们作为老师 也好好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对吧 每年呢 报什么科目 咱们就过什么科目 对吧 然后用两年 用三年左右 因为两年的专业 一年的中和 因为过了中和 才是全部完成了 对吧 两年内 把专业阶段 六科过了 对吧 然后再加一年 过了中和阶段 三年把主块证拿到 对吧 挺美的 好吧 咱们就这么规划吧 那就好好努力吧 好吧 好 那我们前一段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